这是一部汤姆哈迪汤老师的风神之作 他将坏人这一角色表演到了极致 甚至有人怀疑他这完全就是本色出演 此剧一经播出 汤老师就一度成为了无数网友心目中匹率的代名词 至今无人能撼动其位 闲言少叙话不多说 今天就是弗莱迪出狱的大好日子 他手捧仙人球 找到了在狱中对他照顾有加的大佬奥兹 他希望老大哥就像仙人球一样屹立不倒 临别时 奥兹给弗莱迪下达了一个任务 让他出去后试探一下西迪 他发现自己这个手下最近有点脱离掌控 收到指令 弗莱迪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 一脸邪魅的笑容让人捉摸不透 来接他的正是自己的堂弟吉米 两人当即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 与此同时 弗莱迪的妻子杰姬正在家里梳妆打扮 他要给丈夫一个完美的形象 杰姬认为这次出来他一定会浪子回头 可他的丈母娘却并不这么想 很快 弗莱迪的座驾抵达家门口 杰姬满面春风地跑出大门 一见面就是个大号的拥抱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小别圣新婚 舞会上 两人在父母懵逼的表情中进入房间 可还没办完是家里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弗莱迪一脸不爽地走出房间 来到阳台 西迪让手下将他放到护栏上 因为他听说老大奥兹对弗莱迪为以重人 这让他感受到一丝威胁 好汉不吃眼前亏 弗莱迪连连点头 心里却想着怪不得奥兹要让我试探 这老小子就是司马一只新路人皆知 而日后西迪也将为今日的嚣张付出惨痛代价 狂欢了一天 隔日弗莱迪来到曾经的好兄弟迈克家里 经过一顿鬼迷日眼的沟通 两人成功进入房间 他还怕踩脏了地毯将鞋放在手里 当迈克出来后 看到是弗莱迪脸色明显有些不自然 他连忙支开了妻子 弗莱迪直接步入正题 他表示兄弟一场 这四年你都没来看我一眼 还在我入狱后撕吞了我的钞票 这可不是兄弟该做的事 迈克当即便表示我现在跟着西迪混 想以此威慑弗莱迪 他听到西迪再次露出邪魅的笑容 上一秒两人还在兄弟情深 可下一秒 他直接圆了好兄弟想要上电视的梦 打了小的 做大哥的自然要出头 西迪把他叫到办公室 问他为何把自己的手下打成植物人 弗莱迪表示这只是私人恩怨 跟任何人都无关 如果非要追究的话 我可以陪他一台新电视 奥兹的妹妹听到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随后他警告弗莱迪 再有下次后果自负 由于迈克出事 他直接将弗莱迪编入西迪麾下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 西迪说什么他就要做什么 而他们下一个任务就是抢银行 但弗莱迪知道 以西迪的性格必然会给迈克报仇 他必须早做打算 省着被对方暗算 很快 时间来到抢银行这天 他们带着头套全副武装 以及其专业的手法瞬间控场 可关键时刻 银行经理大脑短路 竟然忘记了金库密码 看到西迪还在吓唬他 吉米连忙让他住手 并表示给我五分钟问出密码 就这样 他第一次行动便立下大功 堂弟立功弗莱迪脸上也有面子 可在庆祝晚会上 西迪却告诉他 西迪竟然要将两人的分程 留给植物人麦克 还表示今晚你能活着回家 就谢天谢地了 这让一身反骨的弗莱迪如何能忍 他越想越起 在场的只有吉米看出他的反常 只见弗莱迪潇洒地点上雪茄 像看着死人一样看着西迪 然后拿起一个酒瓶走了过去 好家伙 奥兹只是让他试探 结果弗莱迪竟把他给杀了 事后 吉米替弗莱迪来监狱见大佬奥兹 得知自己的手下出事 他一杯热咖啡是一滴都没浪费 当然弗莱迪派他来也是有目的的 吉米再次用他那三寸不乱之舌 上演了一顿鬼迷日眼的忽悠 竟然让奥兹相信了西迪的背叛 自此两人的地位直线上升 在当地黑帮混得风生水起 可直到这天 弗莱迪发现母亲在角落哭泣 通过了解 原来父亲找了个小三 还带走家里所有能带走的东西 去跟那个女人过日子去了 弗莱迪让吉米带母亲上楼 他要出去解决一些事情 鬼都能看出来他这是要干什么 弗莱迪带了一瓶酒 敲开了父亲的新家 开门的正是那个狐狸精 对方还以为他是来祈求原谅的 就把弗莱迪放了进来 随后父子俩在库房开始谈心 父亲一边埋怨母亲人老猪黄 一边又夸葬狐狸精活好不眠 可弗莱迪压根就没听 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工具箱里的铁铲 不知过了多久 弗莱迪一脸阴狠地走出仓库 好家伙 汤老师狠起来 连自己父亲都不放过 据说毒液也只是他演过最怂的角色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汤老师的炸裂表演 弗莱迪对他太失望了 对方只是用了一点小手段 就将两人的兄弟倾倒的支离破碎 出来后弗莱迪回到阔别已久的家 看到儿子尿了裤子 他终于尽了一次做父亲的责任 然而就在这时 妻子走了进来 他责怪弗莱迪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更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自从他出狱的这段时间 妻子已经对他彻底死心了 两人当即便吵了起来 他们完全没有顾及到孩子的情绪 杰基直接被打进了医院 妹妹马基想要姐姐离婚 可杰基却想为了孩子忍气吞声 这让暴脾气的马基如何能忍 为了姐姐 他找到正在潇洒的弗莱迪 两人一见面 马基就大骂他不是男人 有能耐你冲我来 打我姐姐算什么本事 好在吉米及时赶到拉开了妻子 但也正是这次争吵 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马基悔恨终身 不久后 吉米被派到外地出差 马基表示回来我们再试试 孩子总是会有的 拥有一个帅气多金又爱他的丈夫 马基很幸福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 他正在浴缸里洗着澡 却完全没注意到弗莱迪出现在浴室门口 接下来的不好看 我就先替兄弟们看了 几个月后 马基的肚子逐渐大了起来 吉米还以为是自己的功劳 殊不知他的好兄弟弗莱迪也出了一分力 一转眼又过去了几年 随着小吉米不断长大 马基对丈夫的愧疚与日俱增 他怕有一天自己瞒不住这个谎言 直到小吉米生日这天 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弗莱迪给小吉米准备了生日礼物 小弗莱迪眼里充满了嫉妒 因为他的童年只有父亲的家暴 就连马基的表情都十分尴尬 弗莱迪十分喜爱这个私生子 哄着他到处去玩 马基看到这一幕 连忙让他把儿子还给自己 不料弗莱迪却趁机调戏他 甚至荒唐地说让他跟自己私奔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小弗莱迪听得一清二楚 马基直接把儿子交给了锦鱼 然后借口自己不舒服去卧室躺一会儿 进入房间 马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只要一想起那天晚上弗莱迪对自己做的事情 他就忍不住一阵阵的恶心 与此同时 小黑带来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他们的老大奥兹遇词了 不过好在没受到致命伤 弗莱迪一听人都骂了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和奥兹的妹妹在暗中操控 原来奥兹一直重用吉米 这让两个人感受到极大的威胁 于是派出杀手对奥兹下手 不料暗杀不成反被干掉 为了以防万一 弗莱迪决定先对吉米的左膀右臂下手 他把小黑约到马多 并将自己和马基的秘密告诉了他 还说自己爱小吉米 比其他任何孩子都要爱 可他却不能跟儿子相认 因为他不想让吉米知道自己和他的妻子有人 小黑听得一脸认真 可下一秒 为了削弱吉米的势力 弗莱迪一脚送走了吉米的左膀右臂 这边不知情的吉米来医院探望老大 他判断老大遇刺是土耳其人做的 可老大明确地告诉他 是弗莱迪和自己的亲妹妹想要干掉自己 吉米愣在原地 显然不相信弗莱迪是这种人 紧接着奥兹告诉他 自己的妹妹已经被解决了 至于弗莱迪 就让吉米自己处理吧 为了坚定他的信念 奥兹语众心长地说道 吉米陷入了纠结 可当他看到好兄弟小黑惨死马头 这才下定了干掉弗莱迪的决心 与此同时 得知刺杀失败 弗莱迪等人也不知如何是好 现在想要再去下手显然是不可能了 但土耳其人认为 只要除掉吉米就能大大削弱奥兹的势力 而动手的最佳人选就是弗莱迪 因为只有他才能轻易接近吉米 弗莱迪也犹豫了 但现在显然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 经过短暂的思考 他流下了鳄鱼的眼泪 最终弗莱迪决定干掉自己的好兄弟 回到餐桌 他告诉众人 下周是自己大女儿的订婚宴 他会在婚宴结束后对吉米下手 就这样 两个情同手足的好兄弟 最终还是走向了对立面 时间一晃来到订婚宴这天 出发前弗莱迪接到一通电话 是奥兹的妹妹打来的 他感觉这两天一直有人在暗中监视自己 为了安抚他的情绪 弗莱迪决定先去一趟他那里 可打开房门他愣在原地 奥兹的妹妹竟然死在了家里 他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走进电梯疯狂地发泄 最后他将儿子送到了姥姥家 而吉米也同样将孩子送了过来 殊不知他们将为这个举动悔恨终生 丈母娘保证不会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然而当小吉米睡着时 姥姥却看起了电视 这时心怀极度的小弗莱迪悄悄走入房间 他心里很不平衡 凭什么他从小就要被冷落 反而小吉米备受自己父亲的宠爱 过了好一会儿 当老爷走进房间时傻了眼 此时小吉米已经被塑料袋套住了头 就这样 小弗莱迪亲手杀了自己同父一母的弟弟 当然这也离不开父亲从小给他带来的童年阴影 曾经在伦敦之手遮天的两兄弟 却要在女儿的订婚宴上斗个你死我活 然而就在两人即将动手之际 却被他们的丈母娘及时拦下 他告诉吉米你的儿子死了 当众人回去时 看到的只是小吉米的一具尸体 两人悲痛万分 还以为是孩子自己失误出的事故 可他们的老丈人却毫不掩饰 他表示那个塑料袋是从外面打的结 吉米一脸不可置信 因为小吉米连鞋带都不会吧 老丈人狠狠瞪了一眼 弗莱迪便转身离去 很明显他是在怪弗莱迪给孩子树立了一个坏宝 两人当场蒙圈 弗莱迪更是难以置信 自己的亲儿子竟然杀了另一个亲儿子 看来这都是孽缘了 只有吉米还被蒙在鼓里 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亲生的 弗莱迪连连道歉 可这又能怎样 吉米还是下不了狠心 弗莱迪转身离去 他找到正在荡秋千的儿子 一把将他抓回家 就在这时 妻子文生走了进来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 弗莱迪再很也不会对儿子下手 面对妻子的指责 弗莱迪选择隐瞒真相 葬礼上 马基哭成了泪人 被蒙在鼓里的吉米还在安抚妻子 当马基和弗莱迪对视的一瞬间 杰基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 葬礼过后 看看一切的吉米跟弗莱迪全盘拖出 他表示我知道你在策划干掉我 也知道这其中所有的事情 后面对此 后面对你 有一个死人 你应该是一个死人 你应该是个死人 但那时那总是你的问题 你也知道你没有没有 有个真实人 不能说 你明白的吗? 你懂我说 当我完成了你 曾经两个最好的兄弟 却闹到了如今不可收场的地步 当天晚上 弗莱迪最熏熏地回到家 他将自己和马基的事情说了出来 得知小吉米是他的儿子 结基并没有过多吃惊 因为他从葬礼上两人的眼神交流就猜到了一切 此时弗莱迪痛恨自己的所作所为 要不是他禽兽不如 怎么会酿成如今的残局 第二天 吉米跟他约了个见面地点 今日两人必须要做得了结 为了儿子的安全 弗莱迪让母亲带着他远走高飞 随后转身来到马基的发廊 殊不知妻子就在暗中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来到地下 看着马基一人独自忧伤 他想一起来分担这份不为人知的悲痛 虽然是两人的孩子 但马基却让他赶紧滚 此时的弗莱迪就像一颗毒瘤 污染着身边的朋友和亲人 听着马基无情的话语 弗莱迪恼羞成怒 他表示自己可能会死在吉米手里 但在此之前 以前一样爱你 说罢便转身离去 情急之下 马基手起刀落 一剪刀直接扎在了动脉上 弗莱迪趴在楼梯上求救 可抬起头近看到自己的妻子 此时杰基也对他彻底失望 面对丈夫的求救 他选择置之不离 就这样 弗莱迪当场隐恨东北 一代枭雄就此离去 杰基为了妹妹的幸福生活 跟他一起将真相隐瞒 不久后 金里再次找到奥兹 他质问奥兹是不是对弗莱迪动手了 可对方一脸懵圈 见他不承认 金里当场跟他翻脸 奥兹警告他别进酒不吃吃罚酒 敢用这种语气对自己说话 他还说我马上就要出狱了 你要是想活命 最好在我出去前在伦敦消失 然而就在奥兹出狱的前一天 一个卡拉米突然从后面偷袭 拿着余线当场要了奥兹的命 影天的最后 马基再次怀孕 金里成了最后的赢家 这次赢家